男人被关监狱却能隔空杀人 佛波勒以为他有同伙 但调查显示人都是他干死的 他疏读法律滚瓜烂索为自己辩护 法官果真就要当庭释放他 他怒怼法官 老子杀了人你却放我走 你是个什么呆逼恶法官 法官气得又送他进了监狱 但这恰恰就中了男人涉嫌的套 而他就是高智商的法外狂徒 米斯特张 十年前两名歹徒闯入张三家里 歹徒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妻女 张三侥幸捡回了一条小命 然而等歹徒落网之后 由于腐朽的司法体系 只有一名歹徒被判死刑 另一个小萨姆线只判了十年的刑期 张三去找检察官小黑 但小黑却为了自己95%的胜率说 哥们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该怎么了 庭审结束 歹徒感激地握着小黑的手 而这一幕恰好被张三看到 原来小黑早已经和歹徒谈好了条件 张三默默地离开 而这一走就是十年 十年后 被判死刑的歹徒要执行死刑 原本无痛地注射死刑 歹徒却疼得呲哇乱叫 最终歹徒在痛苦中嗝屁 随后小黑发现 药剂被人调包藏了DDV 这时另一名歹徒在家里看到同伴的新闻 正搁着笑呢 突然电话响了 一个神秘人让他赶紧跑 他看向窗外 佛伯勒已经到楼下了 根据神秘人的指使 他上了一辆警车 上车后就拿走了对方的配枪 并赶紧要求对方开车 等来到指定位置 歹徒想要杀人灭口 这时神秘人再次来电 谁知司机正是神秘人 歹徒瞪眼朱迪一瞅 这么不张三吗 于是立马扣动了扳机 但枪已经被张三改造过了 神经毒素已经刺入了歹徒的体内 歹徒跟中风了的吴老二次得动弹不得 随后张三把歹徒绑在手术台上 准备跟他玩个凌迟游戏 为了让歹徒保持清醒 他给歹徒注射了肾上腺素 并在顶上加上镜子 好让歹徒看着整个过程 几个小时以后 歹徒走得很安详 当佛伯勒赶到时 看着那歹徒模样 把法医都给干预了 经过调查 这间仓库是张三的 那不用寻思 凶手指定什么是张三 然而得到佛伯勒赶到张三家里 他却光不出溜的束手就勤 张三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的复仇计划 才刚刚开始 把外狂徒张三光不出溜的束手就勤 佛伯勒给他家里看到满屋子 全是法律书籍 小黑纳闷 你一个杀人犯 你学这么多法律干啥呀 那么接下来 注意听张三的口供 小黑问他 人是你杀的吧 我希望他死 他杀了我的妻女 他们都应该死 那么这两起谋杀案 都是你干的呗 嗯 我在脑海里也练过 小黑一听 高兴得了 哼 这么定罪太简单了 但张三却说 小三就凭你定不了我的罪 果然当小黑回放刚才的录音 张三的回答可谓是 滴水不漏 想让我认罪 哼可以 马上给我送来一张床垫 带按摩的那种 我就认罪 但小黑对他说了俩字 做梦就问你喝多了你好 然而等小黑出来 接到媳妇的电话 原来小黑的女儿 收到了一张光盘 里面正是张三 肢结歹徒的录像 录像里张三戴着面罩 所以他们依然 无法给他定罪 小黑没有糟 只能乖乖地 给张三送来床垫了 张三也是假诱人 直接承认了罪行 很快 庭审开始 因为张三熟读法律 他为自己辩护时 条理非常之清晰 甚至还列举出了 和他相似的案例 法官听后 果真就要当庭释放他 张三听后嘲讽道 你知道人是我杀的 你却仍要放老子走 就像当初 你放走杀我妻女的歹徒一样 你什么是个什么 哆逼喝法官 法官顿时就被惹激眼了 再次送他进了监狱 然而这 正中了张三的计划 接着他再次向小黑提出条件 明天一点 准时给我份 米其林顶级牛排 哥们你还有什么筹码跟我闹啊 阿伟的命够吗 原来阿伟曾是两名歹徒的律师 小黑回去一查 阿伟果真已经失踪三天了 没办法 他们只好给张三 交了份米其林外卖 但狱长心里不得劲啊 他故意拖了八分钟 才把牛排端了上来 但恰恰就是因为这八分钟 等他们赶到现场时 阿伟已经嗝屁 而死亡时间刚好是八分钟前 一切计划都天衣无缝 小黑去找法官 请求把张三送进独立牢房 并禁止他接触所有人 法官同意了 他刚签完证手机就响了 他接起电话之后 挖梗的瞬间就被炸穿 随后小黑得知了张三的秘密身份 原来他曾是中情局的秘密特工 隔空杀人这一块 张三那是手拿把掐呀 他是天生的策略家 隔空杀人 预判走位 每一步计划都天衣无缝 小黑不信他有那么神 他来找张三 张三却再次提出条件 明早六点把我放了 并撤销所有的指控 我要是不放呢 那我就杀光你所有的同事 小黑觉得 隔监狱待着 你们还真能隔空杀人 于是同事们 忐忑不安的等到六点 才终于松了口气 哎呀 看来张三是吓唬咱的 吓唬咱对 吓唬咱的吓唬咱的 然而等同事们下班回家时 炸弹一个接一个全炸了 小黑懵了 张三明明隔监狱待着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不久后 小黑去墓地参加葬礼 一辆被改造过的无人战车 对着他们的汽车就是一阵吐吐 小黑的上司当场被炸死 市长宣布 立即进入戒备状态 封锁全城 不准任何人可接他溜达 小黑他们则是没日没夜的调查 终于他们查到了一处张三的房产 而这处房产 距离监狱仅有一墙之隔 果然 他们进入仓库 发现这里居然有牢房的监控 而里面这条被挖空的密道 已经贯穿了所有的独立牢房 这些小黑终于才明白 原来张三来到独立牢房 都是他提前计划好的 而我们一直都在按张三的计划走 通过密道 他们进入张三的牢房 张三已经不知去想 随后小黑通过仓库的资料查到 张三下一个目标是市政大楼 此时张三伪装成清洁工 在市政楼已经安好了炸弹 等小黑赶来时 发现炸弹是靠手机引爆的 于是小黑想到一个办法 不久后 张三回到自己的牢房 而小黑已经在这等候多时了 你终于发现我的秘密了 对 不得不说哥们儿 你这招玩的鼠子他妈挺哇塞啊 那咱们就最后谈个条件吧 得了吧得了吧 我不跟你闹了啊 我不会再继续跟凶手谈条件了 beautiful 看来我做的一切到底是没白做呀 接着小黑很隐晦地说 只要你引爆炸弹 你就要以生命承受这个决定 张三思考片刻 最终还是按下了手机 小黑见状 吓得赶紧走出牢房 并锁上牢门 这时 密道的门也被人从外面给锁上了 张三顿时感觉不对劲 他看向床下 原来炸弹已经被转移到了这里 接着他微微一笑 拿出妻女的遗物 安静地坐在床上 坦然面对死亡 或许这样的结局 对张三来说 算是一种解脱了